歡迎繼續收看開播大中華新聞 為了慶祝李董哲 何美町公訴 辦理模範李董 標用華東 來指定來這間國社 總共185位 憑學研有的合同 主持在公訴內得 何美町廟 林基林 親自辦中標用 華東是溫馨劳烈 何美町公訴 辦理模範李董 標用華東 華東一開始由何黨國社武士隊的驚訝 帶來精彩表演 來指定來這間國社 總共185名 憑學研有的合同 主持在在內地 一個人來接受 聽眾林基林的班長 各級學校提報上來 在這邊我先恭喜受獎的小朋友 他的品性成績都受到師長的肯定 在這邊我們頒一個獎狀 給他有一個好好的榮譽 有再更上進的心態 可以在未來再繼續學習更好的成績 在各個領域發光發亮 那我們也希望同學們能夠繼續努力 先政府也則無旁待 不管是我們在軟體 硬體方面的一個建設 也絕對呢 都會與時俱進 讓我們孩子們能夠有最好的一個教育 來一起走開起來看清楚 何必頂中 林基林這次 竟然是國家社會未來導致 希望就由立東在標榮台會 在當中生的力量繼續發揚工態 讓更多人看到模仿開幕 也讓小朋友感受到社會國家對他們的基態和關懷 德中華新聞也豐富 何必彩虹報得